大家好, 又是我小失 今次很榮幸邀請到資深音響專家 Anthony 在一年三集中連同他的好朋友 包括發燒音響大師 Leo 鳳偉國師傅 還有他多年的戰友 Eric 大哥和 Marco 跟大家分享如何把手上的音響器材發揮100%戰鬥力 馬上開始 Bowers & Wilkins 突約聖火相傳 多謝小失 大家都覺得我熟了熟面 其實我是Bowers & Wilkins 的前員工 不過大家都經常見到我 因為如果你們經常參與一些 B&W 舉辦的活動 都會見到我 說發燒東西 只是我一個人說當然不好看 請到 Leo 大哥 你和我們談談發燒的話題 謝謝 玩音響你就很厲害 我們那時候很多人都想跟你 錄音 那時候已經是大師級了 我最記得有一隻 我想很多發燒都知道 這隻錄音很厲害 就是羅文 在俄羅斯的錄音 這個錄音 當年在發燒音響 要試音 每人都要買一隻在手 其實我也要感謝羅文 就是肯去用什麼做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值得懷念的日子 說那個錄音 錄音方法不是一般人 擺一百幾十支咪 是一個你很獨特的錄音方法 可不可以和我們講講這個 其實不是獨特 是學前輩 Wilkinson 大家都認識 Robert Fine 聽他們為什麼那麼靚聲 我們現在用新的方法 就是用一百支咪 為什麼 總是做不到 所以就找很多資料 去藏求他們錄音的方法 如果Robert Fine 就喜歡用單點 單點意思來說 其實就是用兩支咪 兩支咪 就是收了所有東西 千軍萬馬 好一個人好 都是兩支咪 Wilkinson 就喜歡用Decatree Decatree 就是三至四支咪 就分佈了 變成 咦 用這麼少咪 去收可以嗎 這樣 於是就自己試 接著聽一聽 就上了人 上了人 就發覺一件事 就是 聽那些靚音 聽得多了 自己有沒有資格去做 所以學 我覺得擺咪 不是這樣 一個人 或者一個吉他 動支咪 就可以收 當然一定有聲 但問題來說 其實 人聲也好 女聲 男聲 也不一樣 再加上吉他 和Saxphone 也不一樣 其實咪的距離有多遠 才對呢 飯飲是多少 我覺得 有這樣的感覺 我時間 就試 讓我試試 試完之後 自己知道 聽完之後 其實是 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就是 用的耳筒 做出來的實驗 就是實驗 是結果 其實是發燒 什麼都實驗 你剛才說過 什麼招數 都是實驗出來的 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或者自己悶的事情 其實跟我們 Bowers & Wilkins 的Founder John Bowers 過的意念一樣 他當時又是 市面上的喇叭 都好像沒有什麼 編隊可以滿足 不如自己摸到它漂亮 摸一摸 不如自己找零件拆出來 那對才是 最適合自己的口味 等於Niu哥 這些故事大家都很相似 相似 大家都是相同的地方 有一個理想 希望達到一個理想 可以說是不顧後果 還有其實B&W 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勞金室 例如英國 大家知道在倫敦 Apple Road Studio 即Beatles 行過巴馬線的 Apple Road 那個位 Apple Studio 現在都是用大量的B&W 去讀音的監聽 所以這方面 不是說B&W 自己公司 或自己的店 是有一些專業 在做這個行業的人 認同我們的喇叭 是真的適合做監聽的用度 以及一個好聲的標準 其實B&W 已經做到一個非常成功的階段 即使你講 在市場上 賣的數量多少 B&W 我覺得應該數一數二 只不過極少人知道 原來它是減聽器 我相信發售後 最關心的是 如何配搭才能 玩到一些漂亮的聲音 這方面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不論你是初初玩 未買東西 或是買了東西 都要注意這幾點 整套組合 出聲和口聲各方面 最關鍵就是喇叭 喇叭可以說 影響整個音調 音效果 音色 喇叭是轉到一個最重要的位置 工放、前級 其他都是一個寶座 如何能夠把喇叭的唱節 發揮到最盡 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代理在聽 找狗的代理 無所謂 一定要找真相 聽了之後 這個喇叭是適合我的 是適合我的要求 再進一步 就是怎樣去 哪一套工放 是推得最好 當然在某些公司裏面 當然用回它自己 待應的工放 不是一定不好的 問題來說 我覺得如果是說 要適合自己口味的時間 應該多聽一點 多聽一點 變成在這個喇叭 配這個工放的時間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出現 這個是自己喜歡的 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後級 你選了之後 選前級 大家覺得 好像B的後級漂亮 原來跟著A 另一個牌子B的前級 就是很漂亮 配上去就好了 不是 通常不是 其實在早期的設計 和現在的設計 有很大的分別 早期的設計 我說是 譬如說 六零七零年代的時間 最大的分別就是 配對 是 是那個前級 怎樣配這個後級 它的輸出 和各方面 左擴各方面 是能夠和這個後級 是分開最好的 變成這樣情況之下 不是說 在人說 這個前級漂亮 A5 這個後級漂亮 於是一定可以 不是一定可以 通常來說 不是可以 但通常人們 就是覺得 我買這個名牌的前級 配這個名牌的後級 配合 就一定是名牌的聲音 以前我們說 都是這樣 所以 早期是可以的 浪費了很多錢 是的 所以我浪費了很多錢 走到彎路 現在說出來 大家不相信 大家試過就知道 起碼是一個保險的方法 令到你開始的時間 就得到好聲 就是 喇叭配這個功況 一定要配 一定要配 幾個主要的原因 一個就是 這個功況的聲音是對的 但問題來說 它的功率 或者電壓 輸跌的量 夠不夠推到喇叭呢 去到爆爬的時候 就是夠不夠 即會不會有Clip 出問題 比較細聲的時間 音色夠不夠漂亮 變成這個功況配的 奈叭很重要 是 好了 前級配這個功況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 是要大部分時間 要找回自己的牌子 有些的確是 有些牌子 是前級比較差 這個不會說 說起來很麻煩 這個問題 就變成 如果是找一些 已經是非常 被人接受了的 這個品牌的時間 其實開始試的 應該是同一個品牌 另外一種 很多法師友 喜歡就是 前膽後石 這個 這個對不對呢 其實好像 好似對的 即是 膽的那種音色 味道 還有石的控制力 這方面來說 應該是天衣無縫 結果是天衣不縫 根本是膽機的設計 和石機的設計 是兩個不同的設計 所以在這種做法的時間 出來某一件事 令到你很吸引 尤其是音色 但是其他東西 就出現了很多 小小的問題 是不覺的 而是 聽到那麼長時間 當然是有點不妥 但那個不妥 是怎樣不妥 其實就是這個配搭問題 所以變成 要喜歡這些東西 有膽石合一的機 既然這樣時間 你就要買這類的機 即是Hybrid 的機 沒錯 所以別人設計師 廠家都是這樣做 你就不要自己去玩 自己玩 我自己又是壞了 所以每人玩 為什麼這樣 出來的時間 一配很開心 然後三日五日之後 覺得有點不妥 好像以前那些好一點 其實CD有一件事 我要說 每款CD都不同聲音 音質音色都不同 尤其是音色是不同的 所以配CD的時候 大家都要小心 有些CD的設計 它出來的聲音 動彈很大 細緻度很高 中音來說 就不太討人歡喜 有些音色很漂亮 人聲很漂亮 細緻度很漂亮 動彈很漂亮 但動彈也不夠 如果真的要聽到自己的議員 希望找到東西 聽到什麼多 最主要看自己喜歡聽到什麼多 這樣就去密室 這個程度組合 包括CD機座 到我們正式玩的時間 要了 玩的 有哪位兄弟可以幫幫我們走 我們一班朋友 一班一起玩的朋友 他們是第一個 和我們一起 後面有支麥克風 究竟有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和大家說 這一次是刻意這樣做的 我這次希望能夠 一件事就是 我們觀眾能夠聽到 用的方法 我想都是用比較拿手的方法 用單點錄音的方法 就是和羅文錄音的方法 是的 用這個方法 希望能夠把 好聲音和不好聲的分別 能夠聽得很清楚 即是AB比較 是的 每一次做這件事 我都能夠成功之後 每一件事都會做這種AB比較 但是我們在家裡聽的時候 那套系統或者出來的聲音 都要很講究 才能夠聽到我的分別 每個人都發色 是的 希望能夠用回自己的工作 去聽 用所有聽的時候 是最清楚的 如果是覺得麻煩 用手機或者什麼 就用靚的耳筒 用靚的耳筒 都可以聽到 我們先聽 什麼都不動 就這樣聽 好 接著就是你動插鬚 動插鬚也要講講 我們如何動插 應該要避免了干擾 掃碼是最適合的 一定要放到最後 我們什麼叫最後 就是拖板入電的位置 最後就是最後的位置 就逢有掃碼的東西 有干擾的東西 放到最後 前面就放我們的前後級 當然先放前 然後再在後 意思是師傅 其實就是如果簡單一點 就這樣做 在前面的時候 就是那個感應的電 是最明顯的 最敏感的 我們整套組合來說 在這方面最敏感的地方 我講的是前級 因為前級管理所有的東西 後級要放在這裡 如果講理想的方法 就不放在這裡 因為那個後級扯電很厲害 所以將前也好 後也好 都扯的 譬如我家 就根本分開插鬚 如果是用 即將會用這個 叫做什麼 對 對 那時候根本就是兩個插鬚 兩個電鍵 在這裡出 另外一件事 如果可以的時間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買個插鬚 是有寫明的 Digital 數碼 數碼是分開了 如果不用這些 就變成最好的方法 都是無二的就是一個 數碼就是另外一個 原因很簡單 現在數碼的干擾很大 將插在模擬的器材出來的聲音 都干擾得到 所以我們分開再會好聲音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去聽聽聽 好 Anyways 圓圓流太静 deep 圓圓勵 圓圓現變得 圓圓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开心的时间 我当然先来试一下 麻烦后面两位师傅和我们刚才讲解了第一个要求 就是不用用钱都可以解决到声音的问题 刚才我就听了 也找 Anthony 和 Patrick 一起来试听一下 你是这个漂亮的黄大慧 不如 Anthony 你先分享一下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原来不用钱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大家在家里动手就完成了 刚才的音乐很明显 整个画面都很下控制 第一次听 例如有些低噴 鼓声 很凌烈 有些散烈的感觉 转了少少扫握的位置 全部都很下控制 我觉得很难想象 原来单单换插插的摆位有这么大分别 比如我第一手看到很明显 有两度的乐器声明显是清晰得好很多 干净很多 是即时听得出来的 虽然我听过短短一段 而第二手说大家估到更加整个规模感 整个空间感是立刻显得出来 我是绝对没想过这么简单 做少少少手脚就可以搞定 不用钱的 这下最重要的 是的 没错 我自己都觉得 刚才第一次听的时候 那个声音质素和第二次听 真的明显听得出分别 即是你说得没错 不用钱 原来调一调的位置 那个分别可以是这么大的 因为最初我都听到 其实调一调的位置 没那么差不远 但是原来 在我们刚才一路听 Lio师傅的分享 听Eric师傅的分享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想 究竟是否真的那么容易听得出呢 我还在怀疑死 我听不出那怎么办呢 但是刚才一开的时候 只是第一首人声那段 出来的声音的立体感 已经比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是差得很远的了 起码首先我在空间上面 我都会听到 在喇叭的以外的地方 就已经听到 有一些很强劲的音乐的感觉 那接着下去 整个的埋伸度 和那个量感 和质感都会更加强了 整体的音场都阔了 整个的投入感都增加了很多 那这一招真的不用钱 很夸张可以做得到 我回去也要先插插 带着这个 几元鸡的插头 不要小看这架几元鸡的插头 它分分钟帮你欠十万八万 一班男人为何围在一起 发发一下 原来线材都要按摩 这么多好料 记住收看下一集 Boris & Wilkins 特约 升火相传 请不吝点赞